它是在3D实体上盖印什么呢 2D的几何图形 比如说包含线 像这个矩形或者圆等等的 那盖上去之后的话 在平面上建立其他的边缘 也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边缘 去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后续的处理 比如说我盖一工具点下去 那你必须点下去之后的话 第一个它要选举的是3D实体或曲面 那这边的话我们先选这个实体点一下 好 接下来的话请你选这一条线 这一条线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问你要不要删除来源物件 就是那一条线要不要删除 一般的话我是建议把它删除掉 因为它盖完线 盖完这个印之后的话 那这一条线其实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它只是有点在上面画一个 用铅笔画一道 因为等一下可能要做一个后续的处理 按Yes Y Enter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条虚线 这一条虚线 接下来用同样的方式再来概念 比如选这个实体再选这一条线 选这一条线之后的话呢 是否要删除 短元物件在这边选择Y Enter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把这边做一个分割 那当然如果说你这个时候呢 利用所谓的这一个按拉好了 比如说我们用这边的话 我们用按拉好了 用按拉好 按拉 比如说我在这个范围点一下 往上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会这个可以独立出来 不过这个应该是UCS跑掉 UCS在爬 那利用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们把这个利用这个盖印工具 把这边做出一个像这样的线段 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